今集山不斷走,繼續都是大阪之旅 文山除了帶大家吃性價比超高的刺身之外 還會去到大阪最大間的Pokemon Center 以及你聽到Osaka小聖 還有超美的日本夜景等你 今集行程這麼豐富,千萬不要錯過啦 早安大家,今天來到大阪的第二天 我心情依然興奮 今天我們9點出門口 現在我們打算去黑門市場 我已經很餓了 昨天打開了個位置 所以很想再吃好東西 真的餓太久了,我四年了 好了,現在我們就出發了 我想說,我今天好像穿得沒那麼多衣服 哇,一出來就很冷 我們到了黑門市場了 可以進去看看有什麼海鮮可以吃 日本黑門市場已經有二百多年歷史 甚至有大阪廚房之稱 整個商店街裏面有超過150間店舖 包括各種日本海鮮、水果、咖啡店等等 所以絕對是遊客必到的景點之一 我們的第一站就是要試河豚啦 現在就試河豚啦 其實職員都有玻璃倒醬油 還有它有一點辣的,加辣的醬 人生第一次吃 很爽啊 加了那個 這個辣辣的醬,其實也有點提味 但它只會向後勾 最後我們就試袋子以及炸蝦天婦羅 它們分別是600日圓以及500日圓 由於店舖的音樂太大聲了 試吃結果都是出回店舖再說 剛剛就吃了一個袋子和蝦 我覺得蝦其實都再翻炸 熱辣辣的 不過粉就多一點 但是蝦是鮮的 另外那個袋子其實也有火石燒的 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是它有湯底 就是有麵糞湯的味道 所以都挺特別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鮮味就不是超級出的 因為可能我昨天吃完蟹道羅 就會覺得那個鮮味是很浮誇 很鮮的 走到口渴 我就買一杯500日圓的蝦蜜瓜汁解鎖 好甜 裡面其實加了牛奶 但是那個水果的鮮味其實也很香 而且它也有少許冰塊在裡面 所以是有一種口心涼的感覺 一場來到黑門市場 當然是不少得要點吞拿魚了 吞拿魚真的好大塊 看到已經流口水了 就去了一間圓圓的店舖 就點了一間店舖 有一個珊藍魚的拖羅 但是本身其實有六塊 所以要吃這三塊 我們先試一試 哇 裡面很冰冷 入口精容的感覺 吃下去 都會覺得 鮮味也挺重 不錯不錯不錯 我終於來到黑門三平了 期待已久 黑門三平是黑門市場裡極具人氣的海鮮檔 店裡大約可以容納到約80個客人 裡面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海鮮售賣 有蟹 鶴 鶴 海膽 吞拿魚 三文魚 飯餅杯 海鮮當飯等等 真是花多眼亂 而我就點了三文魚 飯餅杯 海膽 真是好美味 好了 剛剛完成了黑門市場之旅 因為上面太吵 也有很多音樂 所以就落到來說 其實我自己也挺欣賞黑門三平的 其實以前去過這裡 也有吃黑門三平的 今次也沒有令我失望 尤其喜歡海膽和法立貝 哇 法立貝超大粒 吃下去 入口即溶 然後很冰凍 很大粒 然後海膽的味道也很鮮 三文魚就差一點 但性價比也很高 剛剛吃的三盒東西 大約是6000日圓 在現場幫你切 自己找位 其實會拿個號碼 店員就會根據你手上的號碼 給你食物 然後可以針熱茶 這個也挺重要的 因為刺身是要配熱茶的 它的感覺比較明白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標示著的價錢 不會有一個海鮮價的感覺 我覺得也不錯 現在我們再繼續去下一站 剛剛在黑門市場吃完很美味的刺身 我現在搖身一邊去梅田站 我今次的目標就是去Pokemon Center 日本各地城市都設有Pokemon Center 在大阪就有兩間 而最大間最具規模 就在梅田站附近的Pokemon Center Osaka 這裡的周邊商品真是多到 包括有公仔 杯 物 貼紙 Lego 模型 精靈頭等等 真是應有盡有 好啊 很大隻噴火龍啊 我們繞了一圈之後 我覺得最經驗的位置 是這裡真的有很多不同Pokemon的公仔 裡面好像每隻精靈都有一隻公仔 現在其實我們是坎隊的 準備了買什麼呢 給大家看看 都是買給阿女的了 一個伊貝 一個是皮咳超 有個嗶嗶聲 嘩好大聲 同層還有Nintendo Osaka 2022年11月11日 在大阪開幕 入場呢 都要扮一下Mario 拍張漂亮的照片 這裡有很多遊戲角色的周邊商品 好像是Super Mario 動物心有會 Splagtoon 升之卡比等等 還有超多遊戲等著你 一種機迷真的不可以錯過呀 另外還有Pay Rail Shop Tomic Cat Shop 海茶王專賣店等等 哇!這裡真的很多東西走啊! 超大的老啡在這裡啊! Hello! 一瓶吧! 我們現在去Grand France Osaka 其實就是我們吃鰻魚飯的地方 現在我們準備吃1點 我們還有兩個字 我們就到時間了 我們現在進去了 看到鰻魚飯就有名古名店秘場 鰻魚飯很重視師傅的手藝 還有魚料的新鮮 秘場的鰻魚飯的特色就是鰻魚的表面 效得照、素、香真是一事難忘啊! 我現在就來到梅田的秘場 就來到文明的鰻魚飯 其實鰻魚飯也是我們這次旅行的 其中一個目標 我就點了一個叫做一味的鰻魚飯 價錢就是4800日圓 剛才也有些教學 教你怎樣吃 他說可以有四個吃法 我首先就把鰻魚飯放為四分 第一個吃法就是原汁原味地吃 其實就不需要加任何東西了 直接就把其中一份的鰻魚飯放進碗裡 就要吃吧 這一種好像炭燒的味道 燒得很好 第二種的吃法呢 繼續都可以將一份的鰻魚飯 原汁原味地放進碗裡 然後就說可以加芥末 或者用水洗的辣味的一些蔥 因為我不吃芥末 所以我就直接放蔥 就可以撕了 加了蔥就更加清新了 然後第三種吃法呢 又是一份的鰻魚飯 然後呢 就是和湯 就可以加進去 我已經有點熱了 我先放下 很熱 那就加一點了 那你還可以加紫菜 就是這樣 我拌勻它 紫菜味道不會出 超級多的湯 鰻魚湯飯 是不是說是試工吃法的 其實還有一種吃法 就是在剛才那三種裡面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最喜歡的那款 然後就繼續吃剩餘的飯 我自己喜歡是第二款的 因為加了蔥真的有些清新的感覺 我們現在就去阿貝野的這個展望台了 那現在就去HARUKAS的300買票 那現在呢 就去16樓 那其實呢 它也有一些不同的指示 告訴你怎樣去的 那剛才呢 已經天都差不多都黑了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是看夜景的 阿貝野展望台下HARUKAS300 是全日本第一高樓 高300公尺 我們在16樓的自助售票機購買門票 整人票的價格是1800日圓 好啊 那我掃了QR Code OK 那前面排隊啦 乘搭專門電梯去到展望台的時候 會有電梯光影 連帝中會上演一場精彩的光影表演 好像入了時光隧道那樣啊 大約50秒呢 就會抵達60樓的展望台 而上到去 真是將大阪的知名地標 全部濃縮在眼裡 這裏都是促成了很多戀情的地方 亦都是不少人選擇求婚的地點 所以都被日本人稱之為戀人的勝地 不如現在我們欣賞一下這裏夜景啊 那剛剛呢 我們呢 就是由展望台離開啦 那下回到16樓 然後我們發現呢 嘩 這個戀衛圈很漂亮 好多燈飾 那啊 都幾別有一番風味啊 很多人呢 都在這裡打卡啦 來到吃晚餐的時間啦 我們來到位於千日前商店街的拉麵店 作撇作 有志鹽的拉麵 浪花叉燒囤骨拉麵 都是推介之作啊 剛才店員就試我們要在這個門前 就買票的 那他都有說到啦 其實你吃不吃辣啊 或者如果你不想吃辣的話呢 就有什麼選擇 那他的英文都挺好的 那剛剛就買完票之後呢 我們就在右手邊排隊了 那剛剛呢就在我後面的拉麵店吃完了 那其實裡面呢都幾窄下的 只有十多個位 不過我都不得不讚 其實店員都做得很好的 因為呢 他會時間管理得很好啦 就是可能會問外面的客人 等多久你可不可以啊 然後就教他們怎樣買票 然後就立刻跟廚房說 一會他們會吃什麼 那很快呢 其實已經可以吃到美味的食物了 那剛剛的拉麵呢 我覺得都真的挺好吃的 我自己覺得有點驚喜 因為我吃完不太熱啦 那還有餃子呢 都真的很好吃 很熱辣辣啊 還有呢裡面那些餡料呢 都是很開胃的 那所以呢我覺得 都有點驚喜的 那還有最重要呢 就是呢 不是太飽了 因為呢我們現在還想去掃街 那一會呢 我就可以掃一掃 那些法仔魚丸 或者其他東西吃 那就剛剛好 那如果不想吃那麼飽呢 這間是挺不錯的 之後我們就來到文明的十八番章魚燒 自從1990年 在大阪西中島開設第一家店之後 2004年 就在熱樓的杜頓骨開設了第二家分店 有這麼多人排隊 就知道受歡迎啦 好啦 終於到手了 因為呢剛剛呢 真的等了很久啊 那我試試它先 那我們就選了兩種不同的味道 一個呢就是醬子 一個呢就是鹽味的 大陸小 小心熱啊 你出燙了嗎 很濃烈啊 這麼濃烈的口 好熱 辣到喉嚨啊 因為呢 真的很快熱 我試試鹽味的感覺 外面呢 就脆一點 但如果在生氣之下呢 我想比較喜歡醬子 就是這樣 我們就在晚上八點幾的時間 在心齋橋 遠珠人潮 翻翻酒店啦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然後按旁邊的小鈴鐺 然後一有新片的話 就帶一時間通知你 還要記得follow我的IG like我的facebook 下集生氣的行 再見啦 拜拜